对于一向骄傲的英国人来说 想让他们在自己的跑车名字里加上一串意大利语 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这个单词是代表着超轻的Super Laguerre 毕竟在轻量化方面 英国人还是相当有发言权的 而且这也是英国跑车的利命之本 这台阿斯顿马丁DBS Super Laguerre自然也不例外 尽管不是第一台拥有Super Laguerre名字的阿斯顿马丁 但是这台车一定是最强的 作为家族的全新起点车型 这台DBS Super Laguerre拥有极致的轻量化设计 包括一块最大面积的碳纤维发动机盖 以及碳纤维的车顶和碳纤维的后背向盖 同时这台车还拥有全铝制的车身架构 但是即便如此 在车重方面 这台车依然是没有法力的 812 Super Fuzz轻 不过比起同平台的DBS 11 这台车倒是轻了不少 问题是光轻显然不足以支撑这台车 登上家族旗舰的宝座 毕竟这台车的内饰和DBS 11 仅仅是在仪表盘的样式上有一些区别 而且这个仪表盘 你在同平台的另一台车 Vintage上也能看到 所以这台车凭什么被称作超级GT跑车 凭什么就是旗舰呢 答案就在于发动机 同样是5.2升V10 同样是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但是这台车就是要比DBS 11 多出了117马力以及200牛米 这才是旗舰车型该有的样子吗 725马力的最大功率 以及900牛米的最大扭矩 让这台车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旗舰车型 而且8速手自一体的财富变速箱 也是进一步经过了强化 因此这台车的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 只需要3.4秒 当然这样的成绩放到现如今并不稀奇 不过这台V12的发动机 绝对是稀有无主 作为人类工业史上的像杰作 光看看肯定是不够的 你怎么也得听听啊 是不是感觉像一把电钻一样 拧到你脑子里 磨音入耳 像这种12个气缸挨个点火的效果 那绝对就是炉内高潮 你想起你每次一点火 先来个12响礼炮 这是何等的荣耀 这种感觉只有V12发动机能给你 你再采来的油门 不会有什么报警吧 溜了溜了 原来我知道有钱会很爽 但是没想到有钱它能这么爽 这完全就是不讲道理啊 这时候不光是起步嘛 三档四档这个推跃感几乎就没有任何衰减 你每次踩这个油门呢 都非常有成就感 你感觉就像在指挥一个交响乐队一般 你想你这一脚油门下去啊 V12就要看到8AT的变弓箱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带劲 相比之下你要是开个电动车 这一脚下去就相当于放炮 咚一声就完了 爽倒是挺爽的 只不过呢就是缺少一点过长 缺少一点这种回味的感觉 至于急速方面呢 这个车现在是阿斯马林 量子最高车领 时速能够达到340公里每小时 所以你说就咱们在山路里 就能开出个啥子 你就是开到高速上 120公里每小时 连一半都没到 当然 能够跑出340公里的急速 除了发动机的功劳之外 与整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也是密不可分 这些夸张的造型 除了能让你成为众人的焦点之外 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起到梳理气流的作用 包括升级到二代的风韧系统 一直从C柱延伸到后备箱的风道 以及源自F1的双层扩散器 等等等等 在这些空气动力学设计的帮助下 这台车在急速时 能够产生180公斤的下压力 基本就相当于两个二十胸坐在车顶 你说能不问吗 所以说不如咱们就淡定一下 毕竟这个车连扶手箱都是电动开启的 所以说咱们时刻都有必要保持着一个优雅的姿态 但是刚刚下降雨了 所以现在整个山路都都非常湿滑 所以在这种湿滑的路面 我要是偶尔失个空 想必也是合情合理的呀 算了 这要是撞了我规矩的卖房 再说这个车呢 确实也不太适合干这 因为这个车你就算是开到最运动的运动家模式 它依然是不允许车位有太大的滑度 你稍微滑电子系统介络了 所以说它时刻都要保持一个非常优雅的状态 再说呢 这个车也没有赛道模式 但我觉得对于一台旗舰级别的跑车来说 没有赛道模式肯定是个遗憾 但是对于这台DBS Super La Gear来说 并不是 因为这个车同样有着一个非常云着迷的模式 就是这个GT模式 如果说赛道模式代表的是极致的运动 那这个GT模式代表的就是极致的舒适 在这个模式下 首先排气就不会这么响了 而且收油也不会出现放炮的情况 可以让你徐徐潜入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这个车的底盘调教也是非常的显功力 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运动和舒适呢 就像鱼跟熊掌 你不可能兼得 后来发现呢 是钱没到位 你要是钱到位了 这都不是事 你就比如这台车 尽管它的振动能够让你明显感觉到 是经过处理之后再传递到车内 但是依然为你保留了丰富的路感 甚至在你压过一些道路标识的时候 你还能够感觉到一定的颗粒感 所以说它这个路感还是非常细腻的 而且在这个模式下 我觉得这个车所有的设定都变得非常合理 就比如方向盘 如果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方向盘力度有点偏轻 而且它的指向性也不是那么犀利 但是在GG模式下 这个方向盘力度变得非常舒服 你开一整天都不会觉得累 但是有一点 你就别说开一天了 我连开三天都没适应 那就是这个刹车了 虽然它用的是探陶刹车 虽然它拥有强大的制动力 虽然我的山路里边反复蹂躏它 都没有出现热衰减的情况 但是就这个刹车踏板 真的是一点都不嫌弃 这个刹车踏板前四分之一没有 踩过四分之一之后 几乎就是80%这种力舒服了 所以你的城市开起来 它经常就是前仰后壳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很难保持一个优雅的状态了 发型都容易颠乱了 这还怎么优雅呢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要恭喜阿斯特马丁 因为他们确实做出了一台 当之无愧的旗舰GT跑车 它足够轻足够快 足够爽也足够贵 366.8万元的价格 你能够买到一台比它更快 比它更舒服的车 但却很难买到一台像它这么快 还这么舒服的 只不过你可能需要多花点钱 买一个定型指数强一点的发辣 或者好好练练刹车的交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